嗨,欢迎来到科学的极致生活 主题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思考一个问题 多数食品从来不限制未成年者与老年能购买 是因为食品很安全,适合任何人食用 既然贩售保养品的管道与食品相同 同样是便利商店、超市或百货公司 有什么道理,这保养品不适合你呢? 换个角度思考,如果你是保养品制造商 你会制造适合所有人的保养品 还是只适合部分人群的保养品呢? 这几年来市面上逐渐双刺敏感肌在用保养品 但是敏感肌能使用的产品却越来越狭隘 看来说,保养品应适合所有人使用 敏感肌却无法使用 是不是因为已经超过皮肤所能承受的呢? 想了解更多敏感肌的内容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们将寄给您机械读2的电子书哦 回归主题,我们该怎么选择 适合自己的保养品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专柜肌肤检测 或是医美雷射为整的经验呢? 通常执行前后都会拍照记录 比对成效 那我们选用任何产品或美容疗程前 是否也可以透过肌肤检测的方式建立基础数据 出次资料除了在将来用于比对效果与风险 也可以帮助当下判断使用是否安全哦 透过50倍数位皮肤定检测仪器 留解自己的皮肤状况 若您的皮肤纹理基础结构已经丧失 意味着皮质膜受损 功能相对的会受影响 无论青春痘状态如何 酸性换肤与青粉刺去角质 都不是对敏落肌肤友善的选择哦 保养品使用一段时间后 再以肌肤监测的方式建立最终数据 若皮肤图纹路逐渐好转 这个产品或疗程算是暂时的安全 我们做个比喻 假设一餐吃一碗饭 不会胃胀不舒服 表示可以承受两碗饭 那考虑皮肤承受耐力 取决于种剂量的累积 代谢 在使用期间反复监测 比对细微证据 只要好转趋势不变 这个产品或疗程就是相对的短期安全 但即使一餐吃两碗没有造成短期风险 餐餐吃两碗 却可能导致10年后的肥胖 高血压的健康危害 因此边吃边量体重与血压 才是真正维持常吃安全的不二法门 皮肤也是哦 让我们尝试用肌肤监测 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保养品吧